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林德燕 現在錄音時間是禮拜四 下午的2點44分 漲73點 起四天啊 這禮拜起四天 四天漲了451點 還不錯齁 不夠啦 要有志氣 我們還輸人家很多 上禮拜我就講了 上禮拜大家擔心香港的問題 我率先的講 沒事情啦 船過水無痕 雷聲大雨點小 事後你就知道 果然香港問題一落幕之後 全球股市開始在拚經濟 現在是全球大解封啊 全球大解封之後 大家都在拼經濟 一個漲的比一個高 你看昨天 歐美股市的部分 道瓊五百二十七點 你知道道瓊漲多少你知道嗎 上禮拜我給大家看的時候 上禮拜統計數字 三十八趴 不幾了啦 不止了 道瓊已經漲了 四十三趴了 道瓊已經去四十三趴 納斯達克 昨天漲 零點七趴 納斯達克已經漲了 四十六趴了 廢神八方體昨天漲了 二點八趴 廢神八方體已經 快要創歷史新高了 漲幅已經五十五趴了 廢神八方體 已經起五十五趴 快要創歷史新高了 才剛大解崩而已 美國第一屆GDP負的五趴 沒差 拚經濟比較重要 道瓊 廢神八方體即將創歷史新高 我看再過個兩天 廢神八方體就創歷史新高了 所以我們要加油啦 人五十五趴 昨天歐洲更強 昨天德國大漲三點八趴 德國已經五十二趴了 我們上禮拜講的時候 上禮拜在講的時候 德國三十九趴 現在已經五十二趴了 光是這一個禮拜的時間 德國漲了十幾趴 十幾趴如果台北股市的話 就一千多點啦 法國原本只有二十七趴而已 昨天法國漲三點三趴 法國也跨入了四十趴的門檻了 所以你看了呀 主要國家股市這一波漲上來 少折四十趴 多折超過五十趴 所以要加油啦 要加油啦 今天亞洲股市的部分 有點開高走低 沒關係啦 沒差啦 今天澳洲漲0.7趴 南韓漲0.2趴 日本漲0.3趴 都有點開高走低 可是人家 南韓漲多漲你知道嗎 南韓這一波 已經漲了五十二趴了 我們最喜歡跟南韓比齁 你看南韓已經漲五十二趴了 你看南韓現在 也快要過新高了 也快要過新高了 日本這一波已經漲了 四十趴了 澳洲也漲了三十九趴了 所以說全球股市 主要國家 少折四十趴 多折五十趴 台北股市這次開始催 我們今天高點 一萬一千四百二十五點 對八千五百二十三點起來 漲了兩千九百點 再過兩天恐怕三千點 三千點多不多 好像還有點多 我跟你講台北股市才漲多少 我們這三十四趴而已 你要少折四十趴 多折五十趴 南韓都五十二趴了 我們這三十四趴而已 差人十八趴 十八趴多少 十八趴一千八百點 所以要加油 所以是跟大家講不要射線不要射線 你越去射線 那越麻煩 會讓你越不敢買 你就橫橫折下去就對了 當然不是亂買 今天有點開高走低 很多人今天一開高 坦了就快跑 但也不能說錯 股票賺了錢跑掉也沒什麼不好 可是你賣掉之後要趕快再進場 不能賣掉之後 然後就不動了 因為行情還繼續在加速啊 行情在加速你不趕快進去 你就會落對了 我們長的數人家 因為外資做得太離譜 賣了六千五百億 讓行情漲了兩千多點 太離譜了啦 這禮拜外資終於開始歸對了 歸對是對的啦 你再不歸對你會更麻煩啦 外資在禮拜一的時候買了一百四十五億 昨天買了一百七十四億 那外資歸對買什麼 一定是買低價股嘛 以安全考量嘛 它不可能行情漲了兩千六兩千七了 然後再去買那些高檔的股票嘛 人家沒那麼傻啦 所以跟大家講外資如果歸對之後 一定是安全考量 金融股一定是重點 昨天外資買 群創七萬八千張 友達五萬六千張 昨天友達群創兩幾都給漲停 今天就沒有啊 外資看好友達群創嗎 不是啊 因為價格便宜嘛 所以安全有機會補給嘛 那金融股的部分 外資一系列都是買金融股 對不對 你看星光金 包含開發金 國泰金幾萬四千張 台興金 中信金 台氣銀 和庫 中壽 兆豐金 富邦金 一系列都在買金控股 我是不是事先預告了 因為買金控股是對的嘛 台灣金融體系強 金融股漲的少 有補漲機會 而且可以當工具 買金融股可以帶指數 以後拿來 相輔相成台子旗的對作 所以這是他的工具嘛 是完全跟我預告的一模一樣 在外資還沒回歸的時候 我就一直跟大家講 外資回來一定買金融股 一定買金控股 是不是跟我講的一模一樣呢 你看中壽 今天中壽已經 22.1元了 已經22.1元了 掌掛豬費八千幾張 我16.8元就開始買了 這個才叫超前部署嘛 在外資還沒有買的時候 我們率先先佈局 外資一回來買了之後 就幫我們抬轎 你看16.8元到今天 30% 32%了 是不是買底部基歐股 你要賺個30%很輕鬆 做三個做四個都一倍去啊 你何必跟著別人一直在追高 三個堆來堆去 好像無頭蒼蠅一樣 但是學不會堆 我們就買最好的公司 當他在底部的時候 有率先超前部署 行情撩起來 你抬步抜的 要賺30%很簡單 你看中壽就超過30%了 已經32%了 要不然也 美股銀行價值69.2元 現在才22元而已 也很燙的啊 手中有金融股的 都破掉 外資回歸之後 一定是加碼金融股 金融股我只跟大家講三支而已 因為你買太多支沒有意義嘛 最好的三支 富邦金 國泰金 中所 就只有這三支 對不對 國泰金昨天外資買了一萬四千張 我三十六塊開始買開始講的 今天已經 四十一塊出了 三十六到四十一點七 也不錯啊 剛才開始在吹而已啊 你看這個現行就知道 才剛好噴出而已 國內最大的地主 光是土地價值七兆 所有股票總市值才五千兩百億 太燙啦 太便宜了 這又去 你手中有金融股都破掉 外資歸對一定是買金融 外資歸對一定是買金融 防疫股就不講了啦 因為每天講防疫股浪費時間 我也跟大家講過 防疫股目前是最高爾潛群 他們賺我們賺價頭期了嘛 他們賺我們賺價頭期了嘛 二十幾塊的 算逢 五十塊叫你賣掉不要算了 所以是不是 底部超前部署 你要賺個三十趴五十趴很簡單 賺那幾倍啊 可以啦 後面留給市場啊 防疫股我們就不要再說了 你要講的講的大家忍不住要跳進去 防疫股你們不講啊 大家喜歡買電子 我也愛電子啊 可是電子股不要亂買 漲高的就不要買了 要買休息一個月以上的 買休息一個月以上的 昨天美國股市道雄漲了五百多點 其實電子股並不強 昨天美國主要在漲 銀行股四趴五趴 石油公司三趴 昨天通用汽車六趴 福特汽車四趴 波音十三趴 昨天Nike跟UA 運動鞋UA大漲九趴 Nike起三趴 Nike股價已經跨創歷史高點了 Nike已經跨創歷史新高了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有沒有Nike 這邊沒有Nike 沒關係啊沒有Nike無所謂 所以昨天美國其實是傳統產業 銀行石油更強 你要隨時了解國際之間的賣動 人在起山的東西你要知道 台北股市會跟國際同步的 所以美國的銀行股在飆漲 外資買銀行股也是對的嘛 啊也是對的嘛 電子股的部分 你要像我這樣 買4月17 建高點 已經休息超過一個月 你要買這種 不要去買這個高的 買這個高的很容易掉下來 買這個高的很容易掉下來 你看最近很多高檔的股票 業績很好啊 一支一支落下來好不好 外銀 一支一支落下來啊 所以你再去追高就沒意義了 買休息過一個月 然業績有好壞 業績差一點的 手兩天啊 搶個兩天 搶個三天也不錯嘛 是不是 業績比較差一點的 搶個兩天 你看搶帽 禮拜二 25.7買 當天買 當天拉漲停 當天就5% 昨天又漲8%沒掉 兩天什麼就 12%13% 搶帽 第一季只有0.3 0.3不太強 不夠強 不夠強沒關係啊 那我們就做短線嘛 對不對 不夠強沒關係啊 我們就唱兩天三天 10%12% 一禮拜唱一支唱兩支 也不要過頭 有把握在出手 不無少補嘛對不對 那業績如果好的 那一發動就是30% 大盤漲2900點 六月分你還要賺30% 一定要買這種結構的 四月十七金管店修正一個月 再動就有 你看4953微軟 去年業績創歷史新高 四月十七金管店 A B C 調整過 一發動之後 72元 馬上公了今天九十二元 禮拜 9% 禮拜二休息 禮拜三 再漲停 今天又拉高6% 這樣是不是一個禮拜時間而已 26%了 那是不是跨30%了 所以說你依照我這樣的方法 買四月十九 四月十七 建高點的 買四月十七建高點修正一個月的 只要是業績好的 衝出去 都有30%的行進給你 你如果買八種就可能沒有了 買其他可能就沒有了 6605地寶 我們上禮拜四八塊錢買的 我節目裡面也有講 四月十七建高點A B C 調整過 供出去拉回趕快買 今天又大漲 用是不是 今天地寶 就去四點五%啊 其實像大力光也是拉 大力光也有這種的 休息超過一個月 休息到兩塊下去 所以 一張四百萬 你覺得沒問題 這個股票買你也會賺錢 但資金要夠最好 有些人資金也很大 可是他覺得四百萬買一張股票 他買不下手 也無所謂啊 中價位的 高價位的 一兩百塊也很多 對不對 那你覺得大力光你能夠接受 大力光也 也是這樣的情況 也是會賺錢啦 你知道掌握我剛剛跟大家講的 四個十七塊塊點 A B C 修正價 這個越好的 越讚 越厲害 9802預期 我每天講你們買啊 你有買嗎 每天講你有買嗎 每年固定 五六七三個月換季 今年起五七% 今年才剛開始而已 今年才剛開始而已 對 四個十七景觀點 A B C 調整 一發動 八十二起到一百零三 二十六% 想要三十% 所以你要領先 超前部署 不要一直對官 對共小國 一樣畫葫蘆 領先部署 業績好的 拼三十% 都有機會 在那六個分 就能夠達成 預期要不然 五月營收這兩天發布出來 應該會直接衝高 衝高就衝出去了 你看Nike 股價已經跨創歷史性高了 UA昨天大漲9% UA昨天大漲9% 5G的股票都是這樣股票啊 5G的股票 對不對 穩帽 雙紅 超重 你看穩帽 兩百四十五倍 說到做到 我不嘴巴講而已啊 雙紅 一百五十五 一百六 一百六十五 一六倍 對 這是矽靜雲的部分 我今天還在買雙紅啊 今天還在買 3105穩帽啊 我今天開盤前 就通知我VIP會員 穩帽要加碼的 兩百七十五 繼續買 今天最多兩百七十四 都買得對 最多兩百七十八 我還是說 兩百二十五 我說 會來你要放拋啊 有來不 沒有嘛 最多兩百三十四嘛 最多我買得不對啊 又是兩百四十五 兩百五十 兩百五十五 一都一直買啊 每天講啊 你有買不 你有賺大錢啊 現在在那邊啊 很快 三字頭你就看到了 很快三字頭你就看到了 算算二字雙紅 操縱也不錯啦 可是我比較喜歡雙紅 因為雙紅業績比較好 股價比較低 我雙紅一百五百五百 一百七十九百 賣辦 押回來再買 上去一百五十三 我也買不到啊 我一百五十五 一百六十五 一百六十五 一百六七一都沒了 兼 一百七十八 也賺二十幾塊啊 一個多月 一個多禮拜時間 賺二十幾塊啊 很快的 兩百塊你會看到 公司預期 第二季的業績 會比第一季成長三十五趴 那成長三十五趴幾乎 連續三個月營收都要破十億啊 所以他會營收歷史新高 歷史新高連續三個 我找的都是這種 已經休息過一個月 業績很好的 你對我買這種也對嘛 這個股票其實很多 不是說只有我做的這幾檔 很多 我也不可能每檔都告訴你嘛 我們也沒那麼多時間嘛 對不對 對不對 啊說說什麼你追 實際上好的三四季就好嘛 你看德國視創 德國視創昨天已經漲到 已經起到九十七塊了 德國視創這一波已經漲了 一百零七趴了 不是九十六一百零七了 勝高六十三 幸悅三十七 環球已經只有二十四趴而已啊 是不是又是路後補長 也是四月十七建高點ABC 最多三百五十三 我也買不到啊 不可能買最多嘛 三百五十五 三百六十五一路買起來嘛 今天已經三百八十四了 已經三百八十四了 很快四字頭你會看到 不可能第四名的視創 都已經漲了一百零七趴 我們才三十趴 也不可能的事情啦 環球精靈的驗座有把握的股票 研究最深入的股票 你們也知道啊 所以你跟著我這樣做就對了 六月份 你還想 再賺個三十趴 一定要一樣畫虎爐 找這種的 四個十七金 關鍵ABC調整過的 業績如果不是很強 我們唱兩三天 十趴十五趴都沒關係 業績夠強的 就三十趴跟他拚 三十趴會拚 三十趴會拚 你看環球精有沒有 三百六三百六十五 一路一路買回去 超前部署 你一定要超前部署 不是意在最高 在還沒發動之前 先上車 行情努力就三十趴 穩扎穩打 一年做三個就一倍了嘛 這種做法 才是你在市場上面 穩扎穩打 賺大錢的方式 林河彥一直是這樣做的 我來找 我們哪裡來談 超前部署 再拚三十活動 全新的六月 全新的組合 我們的負專線 02-2392-3988 02-2392-3988 祝您操作順利 本公司以往之奇效不保障未來獲利 且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空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判評估並自付投資風險